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种模模糊糊的印象被具体化的感觉 所以2023年其实对双鱼座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 那你的守护星 海王星也会在7月开始逆行 这一逆就逆到了12月6号 哇 足足有5个月的时间 所以对双鱼来说也会是我们自己调整脚步 自我反省或显得比较低调的一个时期 那么在这个守护星逆行阶段 我们还有什么星象要看呢 首先就是木星了 木星是你的副守护星 所以它的存在非常重要 现在已经移动 下半年进到了你的三宫 你周遭将会有很多友情 让你觉得是相当好的 朋友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或兄弟姐妹 大家相处得很愉快 或同学之间 彼此之间都是对方的贵人 那这当然是一个很愉快的运势 还有咯 木星三宫也会一马心动 比如说产生了想要去旅行 到处走走看看玩玩也有很强的 Lucky的运势 比如说买到便宜的机票 甚至这个旅行还能够跟赚钱有所连结 让你到处发现商机 所以你要打开眼界来看一看 有很多事情搞不好 当你动了念头觉得 这好像可以发展 这好像可以来个贸易 来个买卖 说不定就会梦想成真 再来呢就是冥王星了 在上半年 他稍稍地进入了十二宫 你有没有某一种隐性的危机 被点燃的感觉呢 如果有 你也知道 他将会是你未来 要面临的很大的功课 那么当冥王星又再度退回到十一宫 又再度让你重回到一个 很熟悉的 你以前混过的圈子 某种程度双鱼座同学 你会觉得这个圈子 跟你既遥远又靠近 比如说再回去 你已经觉得 他跟以前不一样了 那既然他跟以前不一样 也颠覆了你对 你原本待的这个圈子的看法 那你就要用新的方式来对待他 因为冥王星就是 他要带着你往新的方向去了 也会给你新的挑战 所以咯 在人际关系上 不管是断舍离 或是换个方式做朋友 或这些朋友 还会带你去认识更多 有power 有力量的朋友 在人际关系方面 双鱼座应该感受很深 下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星象 就是金星逆行 6到9月 金星将会待在双鱼座的六宫 健康方面 你如果是体质太娇弱的 搞不好6到9月 还蛮容易多病多灾的 不过由于金星的关系 我相信它会让你知道 健康的重要性 而吓到赶快养生 其实我反而觉得是一件好事 懂得保护自己的健康 那么在职场上 这个金星当然会保障 就是带给你前多事少离家境的 Case 或你做起来得心应手的 你本身很擅长的 或者是在工作上 你能够凸显 你非常有创意 你非常有设计的能力 非常有美感 这个部分 让别人觉得你很有梗 算是职场的一颗 冉冉升起的星星 但是由于这个金星 有逆行的关系 所以多多少少 你要特别注意 不要拿窍哦 因为过去如果发展得很好 而得意忘形 你就会出问题哦 有一点像是 在你得意洋洋的时候 被打脸啊 或者是反而没有办法做好 还不如我们谦卑以对 谦虚才能让事情走得长远 不过呢 这个金星一定也会在 六到九月奠定了 你在职场上的重要性 所以某种程度 不管是实际的升官加星 或者是暗中的你已经是 这一群人里面的小头头 这都是不争的事实啦 算是工作的蛮愉快 又蛮有成就感的 下半年也有非常多的对分享 第一组对分享就是 七到十月 当星群触及到处女座的时候 也就是七宫的时候呢 就跟你的命宫 土星跟海王星相遇了 所以多多少少呢 第一个你会遇到 有人跟你意见不相同 那个意见不相同 多少带着一种挑剔的特质哦 闲东闲西啦 然后在一些小地方 有一些看法说法 故意用放大镜来 检视你所做的一切啦 这个有可能是令人不舒服的 但同时 七宫的能量 也会带来很多的合作机会 比如说 他挑东挑西 是为了跟你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或他用这个方法来表达 对你的欣赏 觉得你好还可以更好 之类的 所以啊 双鱼座对此 就要有一些心理建设 跟心理准备啦 别人不是讨厌你哦 反而有时候是觉得 很想从你这边学一点东西 所以特别的挑剔你 七到十月也很适合处理 不当的合作关系 比如说已经有问题的婚姻合作 可能也会在这个时候 出问题来做调整 尤其水星逆行的八九月期间呢 这个问题就会爆发开来 然后大家就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所以那段时间 如果合作有一些变动 是很正常的事 另外一组对分项行程 是在十月十一月的时候 当心群来到了九宫 就触及到了三宫的木星跟天王星了 这其实在我看来不是什么坏事 首先有点像观念问题 比如说有人觉得轻薄短小就好 有人觉得要盛大厚重 两者都没有好或不好的问题 而是我们的想法不一样 我们的着眼点不一样 那你也可能会比较跟别人 有意见上的冲突 那这段时间 十月十一月 也有可能是双鱼座 有进修 有演讲 或者是有表达口才 或表达你的思想高度的一个机缘 如果这段时间 有的人有机会出书出版 一或是成为文化大使 一或是跟外国人 还蛮有一些连结的 或者是你做生意的话 是走贸易路线 这个十月十一月 都相当的有搞头 一感情上来说 双鱼座同学 你倒是蛮有职场恋情的机会 尤其是在六月到九月之间 这个精心就在你的六宫 所以工作上的表现 或工作上所遇到的人 他对你的表现是很看重的 或很欣赏的 或你们有一点日久深情 对方当然也要才华洋溢 或者是他的确是一个很有梗的人 有一些好玩的地方 是蛮能吸引双鱼座的眼光 再来呢 十月之前 你也蛮有被人家喜欢 或被人家暗恋 对方想主动追求你的一个情形 只不过七到九月 这个如果别人主动出击 而不是日久深情的话 你多多少少会觉得被威胁 你很想躲起来 觉得对方也未免太直接了 或太奇怪了 所以对双鱼来说反而太过刺激 所以记得想追双鱼的人 请你用温水煮青蛙 六到九月用工作的方式 来靠近他比较好 纵观2023年的下半 双鱼座同学 你多多少少在下半年 会比较意识到 别人对你的批评的部分 不过这同时也是一面镜子 因为双鱼座一直以来 都有自己的脚步 自己对人生的规划 很少有机会 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 从别人那边来的意见 挑剔 所以能不能接受 就看你自己了 能接受的话就有一种 没关系我很柔软 我愿意调整我自己 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那我相信这样的双鱼 是最厉害的 相反的 你如果用你原来的方式做事 其实也是没有问题 但是那个风格 就会非常的固定 也会让很多人 已经知道了 你是不能商量的人 而自动打退堂鼓 两种路数 就看双鱼座自己的选择 你还这么做 一两个月 我现在就能承识 你能保护 你自己的选择 你自己的选择